从监视器画面可以清楚看见 两名远警卖力地追着一名 手拿塑胶袋的男子 被警方逮住的那一刻 男子顺手将塑胶袋往万年吸丢 原来这袋子里装的是违法物品 然后警方一直从后面追气他 为什么你要跑这样子 然后一边跑的时候 然后随手将手上的一个垃圾袋 往溪里面丢 然后经我们追逐到 蓝查到那个该性嫌犯的时候 刚好交通队的同仁也在旁边 顺利帮他围捕下来 然后为了那个减实那个塑胶袋 然后远警就是下桥 然后捡起来 那垃圾袋已经打开以后 发现里面有海洛英的注射针筒 跟毒品一包 警方是日前巡逻到屏东市自立路 万年吸旁路段 发现61年次有毒品前科的年吸男子 相当可疑 查出他是毒品调验人口 以及失踪人口 进一步盘查时 林南尽试图逃走 才会在光天化日下 上眼警衔追逐症 初步检验 林衔的尿液成一二级的毒品反应 警讯时也坦诚 有吸食毒品恶习 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送法办 另外离港警分局也破获职业赌场 就如分住所接获献报 就如相亦处铁皮屋内 疑似有职业赌场 远景多日探访 埋伏守扣 见时机成熟 持搜索票 一举破获以传信男子为首的 三牛阿职业赌场 连同赌客警方共带回18人 并且查扣了赌具即监视主机镜头 抽头金3800块 以及现金赌资15万元等相关证物 警方调查58年辞的纯嫌 以骰子座桩剧赌抽头方式 聚重赌博 另外雇用65年辞的中性男子负责把风 全案依赌博罪 以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依送法办 评论新闻 蔡理华卫德卫采访报道